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名人堂 我是侯乃荣 台湾名人堂要告诉大家有故事的人 有意义的事 嘉义县这几年的发展 大家有目共睹 尤其在台积电宣布要落脚 嘉义科学园区之后 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也更加令人期待 而嘉义县长翁张良 他自己在嘉义徒生徒长 如何带领的这个传统的农业县市 现在要转型为农工大县 而县长自己对于他的家乡 又有什么样的愿景跟期待 我们今天很开心 请来县长跟我们聊聊 县长好 南荣好 还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县长很开心 你再多来到名人堂 谢谢 而且现在大家对于嘉义县 有好多未来的想象 很多年轻人开始回嘉义了 开始觉得有更多的工作可以期待 然后周边大家看到新闻 房价业长了 台积电到嘉义这件事情 我觉得要帮大家来解密一下 大家那时候消息一出 台积电要选址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很多县市努力在争取 实际上嘉义这几年的发展 确实让嘉义人有感觉 我最近听到一个我最高兴的事 就是有一个爸爸打电话给他的小孩 说你要不要考虑回嘉义 可以回嘉义 这几年好像看起来不错 而且未来可能有发展性 也就是说 这个年代的爸爸 已经有在想说把小孩子打电话 叫他回嘉义 我们这个年代 我爸爸是叫我们赶快离开嘉义 因为觉得那时候 比较没有工作机会 所以我经常讲说 我爸爸给我留下一个名媛 我爸爸已经过世了 我爸爸在我小时候就一直跟我讲 你要走开门头 哪比啦 你不能走开门头 不要拿出头去工作 你要拿门头不可以拿门头 对 所以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过同经验 就是大家赶快逃离嘉义 那现在开始慢慢的 大家对嘉义有梦想 开始认为这块土地好像有希望 对 那当一个行政所长最大的光荣感 不在意嘉义有多少建设 是大家对这块土地开始有梦想 这个大概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开始有期待了 那刚刚奶龙特别提到台积电 当然很多东西是一个 不断叠加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那大概最近除了嘉义 有六大产业区在发展以外 那再加上华泰民品层 也确定Outlet 要到嘉义的高铁站前面 投资48亿3000万 那大概有10公里的一个消费市场 那很惊人欸 对没有错 所以那后面又宣布了一个 台积电的COA市场 要设在嘉义科学园区 所以很多的这种 除了所谓产业园区的发展以外 还有一些旗舰型的 所谓的企业 投资到嘉义来 那这个对嘉义人来讲 当然是一个信心上一个很大的鼓舞 那我经常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嘉义是农业线 这个是嘉义的根 那你要丢也丢不掉 为什么丢不掉 因为政府在整个国土的规划里面 比如说框嘉义线就是要有 8万公顷的农地 你就是要把农地变建立也没有办法 你就是框8万公顷 这个是嘉义人对整个全台湾的责任 所以才叫做粮畅 好 那这个是嘉义的岩缀 你说嘉义为什么可以有8万公顷的农地 因为它是平原 而且它气候很好 适合耕作 对 没有错 所以在农业社会嘉义是一个很好生活的地方 后来在整个工业发展到数位的年代 慢慢的大家离开了嘉义 所以嘉义是一个历史转化的过程当中 从一个繁荣到没落的过程 那现在又开始燃起的希望 那很多人都在问说台积电为什么要到嘉义来 好像后面有很多秘心 对啊 到底为什么 因为很多县市都想抢 或者说像乃龙这样讲的 听起来好像是很多的角力 那台积电 没有吗 没有 没有那么精彩好不好 没有是不是 就是说好像没有像乃龙期待的 有很多人那么够的故事性 对 但那为什么呢 嘉义到底有什么优势可以再提到 因为我刚当县长的时候 我当时到台北来找科技部的部长 那我就来跟他谈两件事 第一个嘉义有没有可能有科学员区 第二个是台积电可不可能到嘉义来 你那时候就已经看出了台积电了 那后来大概在三四年前 我就听说台积电他们有私底下去看嘉义 那实际上当时还没有科学员区 那我后来才了解 台积电这么一个国际性的大公司 他们的根在台湾 所以他们对台湾所有的土地 他们的公司部门都非常了解 而且可能比政府机关还了解 因为他们一定有一个评估的商业部门 所以他们对全台湾所有的地方的发展 跟所有的土地能不能使用 实际上在他们的资料库里面 或在他们的干部里面 实际上整个都在他们的脑袋 所以当时来看嘉义我在想 也在想说嘉义未来有没有可能 可能有机会 那当然没有科学员区就没有机会嘛 因为当时嘉义也没有科学员区 那后来那时候我去找科技部长的时候 科技部长当时给我的答案 我是蛮失望的 因为他认为可能性很低 那台积电大概未来十年他们的规划都确定了 那嘉义是没有的 都没有的 那后来没有为什么变有 是因为整个世界的市场变化太快 大家知道最近黄仁勋很红 那整个他的所谓的这个 他需要的高阶晶片跟整个 跟台积电这个合作所谓AI这样的事情 而且他宣布说AI的基地就放在台湾 那整个市场是需要高速运算 那在需要高速运算的状况底下 所以台积电有一个项目就出现了 叫做COWAS 那一般过去啊 所谓的那个 几奈米几奈米 当然涉及到很多速度的问题 因为他越小 他传输的速度跟运算的速度会越快 可是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还是有极限 可是这个极限 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还需要更快的速度 那怎么办 所以台积电有独家技术 就是所谓的用堆叠的方式 这个就是所谓的现在的叫做先进封装 或者叫做COWAS 也就是说 他现在把晶片跟KIDAWAS 同样 把它堆叠起来 那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技术这么简单 这个是有他特别的技术 那所以因为整个市场的扩大 所以台积电现在有很大量的世界的需求 所以他就必须要去寻找新的基地 赶快应付这个需求 那嘉宇这块基地啊 刚好嘉宇有科学园区了 嘉宇这块土地刚好可以马上用 然后在整个水跟电也没有什么问题 在中央的学条底下 所以看起来是这块地可以马上用 因为为什么 台积电现在要速度 他要赶快建厂 所以他全国到处去找 有哪些地方是可以马上 马上建厂 可以应付他这个世界的需求 因为人家门还没开 一定会好在等 那因为整个这是国家的科学园区 好 那所以他马上可以进来 马上可以盖场 马上可以快速的应付世界的需要 所以嘉宇这块土地 刚好在这个时间 在这样的一个台湾的条件底下 刚好骨盒台积电的需求 所以他就到嘉宇来 我记得在去年的大概八月份左右 那台积电的高层突然间 就是要到嘉宇来拜访我 我心里在想说 要来拜访我是不是要到嘉宇来设厂 我心里面就有点暗暗的 有点点高兴 那后来跟他们高层碰面以后 大概很清楚进来开文件站就说 他们想到嘉宇来设厂 然后问我的态度 我说我当然换你 那我全力支持 行政上全力配合 所以台积电到嘉宇来 实际上没有想象那么多的秘密 是因为台积电 在整个世界的代工体系里面 他需要这样的厂 那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候 嘉宇刚好可以提供这样的土地 让他设这样的厂 所以就到嘉宇来了 那就县市政府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吸引台积电 来到这边设厂之后 当然大家现在看到 可能是房价涨了 年轻人回来了 除此之外 你觉得还可能对嘉宇 带来一些什么样后续的影响 台积电的效应是很大 比如说他到台南 台南整个周遭的发展 那到高雄到雄本 那实际上台积电已经变成是一个 他只要说到什么地方 他就会带动那个地方发展 当然台积电来了以后 也涉及到房价会涨 那我认为这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地方发展 你不能够因为说房价涨 那台积电你不要来 OK好 那房价涨的问题政府也要重视 你怎么用所谓的政策手段 去处理房价涨的问题 进了能够稍微去抑制 把房子变成过度商品操作 所以现在你看到我们中央政府的财政部 大概也弄出了很多的政策手段 然后要去抑制整个房价的飙涨 或者是所谓的投资 然后赶快转手 然后能够获利 就是说在政策上 他给你一些高税 比如说你买了以后两年内转手 我就给你高了税金 它通过很多手段 所以我们希望在房价这个部分 政府也应该积极去处理 那台积电来的部分 对这个都市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那这个变化相应来讲 对地方政府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 因为你要解决很多交通的问题 你要解决很多学校的问题 因为带来人口 就是要带来很多的小孩子 那你要学校的问题 还有你整个公共设施的问题 娱乐的问题 包括很多的 比如说你有没有所谓的运动场馆 或者是所谓的演艺厅 这些东西都一直叠加进来 所以我想 因为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你就看得出来说 他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 所以对这一个都市的发展 是一个翻天地覆的变化 所以县长要加倍加倍的忙碌了 所以我反了台积电来了以后 我更累 我要处理更多的事情 所以有的人看到我说 县长你应该台积电都来了 应该很轻松了 对不对很轻松啊 我说怀疑更累 我说就好像我爸爸在种东西一样 一开始在找好的品种 在还没有找到之前 还没有种之前 只是一个发心思怎么去找 可是当种下去了 你要来学校 它会不会有病虫害 它会不会种一种死掉 那你怎么样去照顾它的那个 所有的生长过程 所有需要的营养 能够让它顺利的成长 那个是很累的耶 对 要花更多的心思 我现在反而是就是处在这个阶段 但县长其实也有不少声音在担心说 因为台积电它在制成当中需要消耗很大量的水 这个部分我们这两天的报道其实也看到了 他们未来在布袋那边还会有一个淡水 海水的淡化处理厂 然后他们有人说这个也是台积电选址的原因之一 当然他们自己里面有一些污水处理厂可以使用 实际上现在海淡厂就是没有来 也不影响台积电在这边设 那嘉义如果要继续发展 或是工业上要继续发展 水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重点 那大家知道实际上水 水泉水是有权利的水泉 水的调波就是中央在做统一的调波 它不会是一个县市 为什么 因为这个县市缺水它要从别的地方调 那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调法 所以台积电大概 他们现在进驻到嘉义科学园区 大概一天需要加上科学园区其他的厂商 一天大概需要3.6万吨的水 那嘉义县的名声用水 一天大概需要差不多30万吨 那这30万吨的水来自于几个地方 来自嘉义市的燃坛 还有人力坛 还有真文水库这边过来 还有云林的福山水库 那整个水力署框给嘉义的 一天大概差不多是34.9万吨 那也就是说它多框了 就是说我可以给你自己用的水 大概就是34.9万吨 尽管你现在只用到30万吨 但是我有一些阿索米 那台积电现在它的用水是这样 它是希望能够用75%的再生水 那在这个再生水的来源 就涉及到嘉义县政府所在地的污水处理厂 那水在经过处理以后变成再生水 再来它的科学厌区里面本身也有污水 那可以做所谓的再生水厂 那再加上所谓的我刚刚讲到的 它需要的水量你看嘉义县只需要30万吨的水 应该是嘉义县市 整个嘉义是用嘉义县市的角度来看 不是从嘉义县 但是中央框给嘉义的是34.9万吨 所以一本它的水量就够 那所以我想水的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 如果水是有问题很简单 它就不会来了 所以乃柔很聪明嘛 现长其实除了台积电之外 我觉得嘉义还有一个大家很热门的议题是无人机 我们知道嘉义县这边成功争取到了无人机的基地 在嘉义这个地方 你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当初你觉得要争取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也是一个偶然 我们嘉义县有一个空间 它是很大的空间 大概有5000坪 那占地大概有10公斤 那原本是台中体育学院 从台中搬到嘉义来 结果在104年的时候 它又回去了 那回去了以后就留下一个5000坪的建议 空下来了 那这5000坪的建议 县政府把它整个就买 就变成县政府的 它就变成是政府列馆的文字馆 然后也不晓得该做什么用 那到我就认了以后实际上也很麻烦 这个空间我可以做什么用 尝试想了很多方式 因为总是一个5000坪的空间 你不能把它当文字馆 而且你要解决 那后来也找了海洋学院 想说你要不要是来设分校 我们嘉义东石布袋一竹那边有很多养殖遗业 如果你在这边设的话也可以去 帮忙我们沿海 这些养殖遗业 在很多技术上可以提升 那后来也功拜垂成 因为现在很多少子化 所以教育部是不支持 大学再去设分校 那如果你要设的话你兴费你就要自己负责 他有一些总量管制 那后来在这个空间不晓得该做什么 然后就在想说 开始慢慢无人机开始在做熔喷 那包括无人机开始在做空拍 那就在想说无人机是不是一个可能的发展 那我们就找一些无人机业者 把他找来那个空间看 不晓得他们那么喜欢 为什么他不会那么喜欢 因为他们在里面去做这些组装以后 他们马上下楼可以做测试 因为那是一个十公顷 全台湾大概很少有这么的地方 他可以马上做处理 因为都市其实当你看 现在也很难找到一个空间 可以做所谓的无人机的测试 包括飞行 那嘉义刚好是落后的优势 没人啊 这个土地在市区多珍贵啊 土地就垮了 所以他们就很喜欢 所以一开始大概有十几家业者就进驻了 那后来就慢慢慢慢就更多 那实际上我那时候也搞不太懂 我想说他们怎么会喜欢这个地方 结果有一次我就到他们的办公室 我就去看嘛 那碰到业者我就问他说 你们认为这个地方怎么样 他跟我讲说现场这边太好了 那我有点疑惑啊 我说你为什么说这边太好了 好在哪里 他说这个地方像美国 没有人 天宽地阔的 然后从窗户开出去啊 就看到那个82线道路有些车子在跑 真的有点像美国 土地很大 没有什么人 那这个刚好就是他们需要的 而且有些无人机业者好像开始积极 然后那时候刚好又有恶物战争 开始无人机正夯 所谓国防上的需要 而且未来的很多商用的无人机 包括政府机关 需要很多无人机 比如说我最简单的好不好 比如说警察在追踪最坏 他是不是要锁定 然后能够去追踪 比如说台电 台电他的高压电塔都要派人上去寻 所以你损啊 损款有开机吗 有什么问题吗 他现在可以透过无人机 透过拍照 透过AI的辨识 知道他有没有问题 比如说桥梁 你要巡检这个桥梁到底有没有问题 无人机就可以这样的飞 然后拍摄 然后可以辨识 那包括物流 现在像亚马逊 他们都在做所谓的无人机的物流 以后就是用无人机物流 那现在已经在发展什么 叫做无人机的计程车 所以他的商机是非常的大 不要讲国防 所以后来蔡英文总统发现到嘉义走得很前面 所以他就宣布在2020年的时候 在8月13号他就宣布 好 无人机国家队就设在嘉义 好 那从此就拍板了 整个无人机就在嘉义发展 那整个就是中央 共同配合 然后中央主导 而且把它纳入到所谓的 5加2的 所有的台湾的这种所谓的 先进产业的发展 那嘉义就找到了所谓的立足点 那就全力的去充斥无人机 那当然无人机现在在我们的亚创 就是在县政府附近 大概那个空间已经都满了 因为很多人还想进来 那这里面包括有外国公司已经进出 这也是应该是当初没有预期到 没有预期 因为无人机的市场一直在扩大 那所以现在有很多大的公司 也在投资台湾这些无人机的小公司 他们看到了商机 他们看到了发展性 所以现在我们大概旁边附近 有一个大同技术学院 他因为少纸花 所以停招了 所以我们会把它接下来 那接下来以后我们会变成所谓的无人机的二管 就是亚创二管 然后在明雄那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产业基地 那我们去跟中央争取 那个公共建设计划 那希望由中央直接投资将近70亿 那未来由这些无人机业者 可以在那边制造 然后在我的亿主的故乡 那边在八档机的旁边 我们会盖一个中大型无人机的测试厂 那实际上测试 制造 研发 那就一条龙了 对 所以现在无人机在台湾的实力是非常的强 那尽管都是小公司 那台湾为什么会强 很简单 无人机最主要的是 它的心脏 实际上很多涉及到AI 涉及到资通讯 那台湾刚好在资通讯 在全世界是强的 所以 假设你要往这个地方发展 然后又有资本 很快的它就会上来 就好像口罩国家队 你懂吗 我光听就觉得这个真的 未来发展起来很惊人 对 因为台湾最主要是台湾的实力过 对 所以台湾的实力过当 只是一个发展方向的问题而已 就好像我们当时缺口罩 那台湾实力过嘛 马上短时间里面马上 口罩就可以把它生产出来 那我们的无人机同样的 我们的资通讯产业 我们的材料科学 我们都很强 对 那整个只是一个 国家的政策的引导 再加上所谓的资本的投入 我们无人机就会上了 所以这一次我到 那个美国的圣地牙戈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 无人机的一个展览 那大概我们有15个厂商 到我们去做展览 那这里面的所有的业者 全部都是内行跟内行的 所以大概两三百个堂位 那我这样去倒了一圈 我发现到我们台湾的无人机的实力 并不输 其他国家 而且透过这个产议啊 大家彼此之间可以认识 包括供应链 有些东西大家彼此可以互补 某些东西可能 哪一个国家比较强 我们就跟它进口 那些东西是台湾比较强 我们去 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 一个工业内的体系 所以我们这次到美国 有一个最大的企图 第一个 这是台湾第一次 在世界性的无人机展览里面 第一次亮相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台湾的实力 被世界看见 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在美国里面 寻求到测试跟验证 进入到美国市场 那奶龙大概知道 只要美国接受的东西 全世界大概就会认为是OK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 主要是在处理这两个部分 所以等于说科技这一块 现在在嘉义线开始大家要起飞 大家要看到结果 所以我原本叫做龙宫大县 也就是说我刚当县长的 第一年的年底 我正式帮嘉义改名字 我说嘉义未来不只是农业县 未来将成为龙宫大县 真的很有远见 那我现在又要加了 我说嘉义未来不只是龙宫大县 未来是龙宫科技大县 我又加了科技两个字 这个梦越来越大 对 我们讲智慧科技很容易 就农民来讲 那个叫成本 你要补足它 你鼓励它说你来做智慧龙业 那我不助理多少 我把你的门槛降低 所以现在嘉义线现在有大概 将近200个这种智慧科技的 农业的暗产 现长那我们再这样子问 科技现在在嘉义要起飞 但你如何用科技反过来帮助我们 本来嘉义的根源 这个农业这个部分 智慧农业 实际上这位农业是我就任的第一年就开始了 我那时候刚刚在选举的时候 我就跟嘉义人讲 说如果我当选的话 我每一年会编一亿 特别编一亿 专门处理农业 那到目前为止 我每一年都编一亿 去处理农业 那我知道农业是嘉义的根 所以你没有发现到 我讲的农工大县是把农摆在第一位 我没有讲工农大县 所以我就是我自己很清楚知道 农业是第一位 因为那是嘉义的 使命也好 或是嘉义的宿命也好 你丢不掉 那我这一代是我爸爸 很多跟我这一代的人都一样 所有的父母亲都把小孩子赶出去 希望他们不要从事农业 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 而且很辛苦 探不及 所以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小孩再走这条路 可是到我现在当县长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的青壮农 回到农村 隔代 也就是说比我在的下一代 现在有一大堆人回去冲农 那他们这一群人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他们因为是新的一代 所以他们脑袋是可以接受新的变化 而且可以接受科技 所以我们就把智慧科技融业把它带进来 那只让它带进来也不容易 这边面临到几个很大的挑战 第一个 我们讲智慧科技很容易 就农民来讲 那个叫成本 他要投入很多 他要花钱 对 没错 好 那 我做的不一定贪有这 或者说我还对 未来的收成我还不清楚 而且你要知道像我们都是领月薪的 农民是 成本投入下去以后 可能要四个月以后才看得到 那如果种果树更惨 可能要三年 要一年 所以那个是一个长期的 那跟我们一般在领月薪的是不一样 难想像 难想像 也就是你资本投入了以后 那四个月以后你才知道到底有没有 那如果是山区里面种果树的可能要两年三年以后 你才知道 到底这样的投入到底是不是 而且这还不包含中间天灾的什么 没有错 你这样是正确的好不好 也就是说你看到原本可能是丰收了 可能一个天灾就把它全部就垮掉了 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好 成本是一个问题 好那怎么办 而且 台湾农业基本上大部分是小的 大概八成 那 小农代表什么意思 资本 跟耕作面积都比较小 如果你现在是碰到大的农企业 哪里需要你政府 人家就投入了 怎么样节省成本 那他们会算 比如说五年会回收 或几年会回收 好那这个时候政府在这里面就办点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要补助他 你鼓励他说你来做智慧农业 那我补助你多少 我把你的门槛降低 所以现在嘉义现在有大概将近两百个这种智慧科技的农业的暗场 这里面包括农业 包括畜牧业 包括雨业 那我希望透过这些暗场 去影响旁边的农户 因为嘉义的工作形态就是农民跟农民都隔壁 那如果这个 弄这个东西很好 他会宣传 隔壁也会问 那就会问他说这样你花多少 他们就可能 那你要让他们也会用 尽管他们很聪明 跟得上科技 所以我们就 有所谓的一对一的 或是通过跟大学合作 直接辅导 细到可以一对一这样 对直接辅导 比如说你这个暗场 那我就透过专人去辅导 那我们还把厂商集结起来 我们现在有78家厂商 是做智慧科技的 会因应于业者的需求 比如说好了 我现在养鱼 我碰到这个困扰 那你们有没有这个机器 是可以解决我这个问题 那如果没有 这些厂商可能会认为 这个好像是一个普遍问题 他们就会去研发 包括创造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互动 不只是我东西卖给你 我也可能从你那边得到回馈 我去生产 需要的智慧科技的设备 所以基本上目前为止 整个嘉义啊 在农业的智慧科技农业里面 目前为止成效非常好 而且在产量 跟省电 跟现在缺工 也就是说所谓的省工的部分 都发挥很大的效果 所以我相信这个目前为止 智慧科技农业是会越推 就会越开 然后回来有更多的人 投入到这个 所谓的智慧科技农业 让台湾这么所谓的科技岛 把台湾的优势 带入到农业里面来 这个是嘉义先生 我现在在做的 台湾大会是小狗 你要让农民自己去 开拓市场困难 打知名度做宣传 也有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就由政府来 走 我们加以凤梨的量最大 所以我们就锁定 日本的三口线 包括 今年 很幸运的有打到 所谓的福岗 跟大粪 那打入了三家超市 嘉义县这边 我知道县长你也着力很多 想办法把嘉义好的东西往外推 往国际推 你们还去了东京 日本东京 推展台湾的水果 对不对 那时候做了些什么 有什么样的收获 实际上 台湾大会是小农 对 台湾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以国内市场为主 而且台湾因为是小农 所以台湾农业的生产成本比较高 所以国际的竞争力相对来讲比较弱 比如说你要花这么多钱 然后去耕引 然后是小农 你的成本 也不就高 降不下来 所以你到世界去竞争的时候你的就会有弱势 那所以台湾可以变成有一定的量 进而可以到世界上去做的农产品的品项 说实在的不多 因为还是以国内市场为主 那比如说台湾比如说从屏东到嘉义都有生产的 比如说凤梨 比如说柑橘类 那有些线当然有些东西特别的多 然后它足以去外销因为它的量大 比如说十八米 实际上品项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多 那再来是番石榴也很多人种 所以番石榴 或者说 有某些的品项 有比较多的赛克艺 而且有竞争力的 它可以才可以到国外 那嘉义现在最近大概我们很简单 就是说好台湾大部分是小农 这些小农你要叫他们去打市场 困难 因为他本身的量就不多 所以我今天如果跟你签约 说好你能不能 那个一个月给我一个货柜 你是小农你哪有办法 惨不出来 所以这生意就不会惨 那我要跟你做生意的人 我会想说你今天货可以交给我 下个月不晓得会不会没货 所以这是一个 很不稳定的生意关系 所以就不会成 所以小时候我经常看到很多 叫做花纳 就说他是不是本身不种田的 生意人 来把所有的小农的东西 全部收集到他身上 那由他来面对市场 他就是要量 然后进入市场 那现在嘉义现在我们 大概处理几件事情 第一个 你要让农民自己去 开拓市场困难 第二个你要让农民自己打品牌 打知名度做宣传 也有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就由政府来做 所以我们就弄出一个嘉义优先的品牌 那不断的投入广告 然后不断的宣传 那或者是在很多的 所谓的卖产 不管是实体的 或者是所谓的虚 这个虚拟的世界的 网络世界里面 我们都大量的去做 所谓的嘉义优先产品 那我们现在有178个业者 有520项产品 就是所谓的嘉义优先 经过县政府把关的 那每一年还会增加 那也有的会推出 那我们就是有个嘉义优先的品牌 另外一个是嘉义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可以 出口的 那我们嘉义凤梨的量最大 所以我们就锁定日本的三口线 包括 今年 很幸运的又打到所谓的福岗 跟大分 那打入了三家超市 那每一家超市都有90家店 等于是270家店 那我们去年卖了550公吨的凤梨 那今年意计要卖650公吨 那你一定会问我说 原本 只有在三口线就卖了550 那为什么现在拓展到福岗 跟大分 你才多100公吨 650 所以代理是 我们的局后厂还不够 要符合日本的需求 那整个从种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符合日本的田间管理 这个量还不够 所以我们最近在努力 怎么样扩大这个量 然后让更多的 凤梨楼 可以加入到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出口的体系 这个大概是 我们现在很稳定 那咖啡的部分 我们就是锁定冲绳 嘉一的咖啡最近串起来非常有名 而且都是拿到全国第一名 那上一次的 那个 这个国际性的比赛 那全台湾取20个名次 那除了第7名跟第15名是外县市以外 其他全部是嘉一县 嘉一是高山咖啡非常强 那所以因为沃沃现在大概有六七百家咖啡厅 那我们已经去了一次 那去那边做展售交流会 包括有的从东京坐飞机来 效果不错 那效果不错 我们的咖啡厅也做了一些生意 那今年10月份我会再去 因为他们刚好有一个草绳记 那我跟那边的所谓的台湾人 也有一些台湾同乡会在那边 他们希望做一个所谓的嘉一周的农产品展 那我还是要去推销咖啡 那我最近也在想说 透过那个他们当地的这种 所谓的我们的台商会啊 包括台湾人 我说你们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烘焙室 对 封那个咖啡的 那曾经得过全世界第二名 能不能我们阿里山的咖啡盐豆 跟他的封焙室出一个联名款 那一起来到冲绳来推销 那他们现在在结束当中 了解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咖啡丑进冲绳 凤里就是在三口 一个福冈跟大芬 那东京食品展是一个让我们的业者 有心想要进入日本市场的人 他们在那边直接面对 所谓的 国外的客户 所以这个是目前为止我们在推的部分 所以听得出来 县长你时时以农民为念 你自己还带队到国外去 亲自去想办法拓开这个市场 我去的话就是会有媒体 是 那就可以宣传 对 因为很多农产品去啊 你还要宣传 对 没错 比如说好了 我们有时候被买到一些国外的水果 我们不晓得怎么吃 对 你懂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宣传 比如说我们的凤梨啊 跟他们现在日本人喜欢吃的 习惯在吃的 那个所谓的 菲律宾的凤梨是不一样的 品种 我们台湾的凤梨中间那个芯 是可以吃的 对 纤维比较细 对 菲律宾的凤梨中间的芯是比较粗 所以你要教他们怎么样去切凤梨 切那个凤梨 跟他讲说我们这个 中间这个是可以吃的 不要丢掉 对 所以县长还要亲自示范就对了 对 多样 而且他们很有创意 对 有时候他们会把凤梨他们过去以后 就不是卖整颗的 对 尤其日本很多小家庭 他们会先裁切 那或者是他们把凤梨啊 跟他们的 其他的 那个水果 把它串接好像以前我们在吃那个 那个棒棒糖一样 串那个竹签上 对 竹签上 然后在超市里面卖 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加工 对 那从去年到现在看起来 对 我们的水果的接受度是蛮高的 那我现在进一步我要去做的是 我希望嘉义优先的加工品 能不能进入到日本市场 最近都在谈 我说嘉义线不可能变台北市 他也不可能变高雄跟台中 所以 这个是他原本的限制 所以嘉义现在就是农业 还有工业科技 还有奥列来 消费产业 怎么样让这个限制变成是一个 均衡发展的限制 这是我们要努力的 店长好多事情清理行为 我觉得县民也都看在眼里 你的确做了很多事情 从上任这五六年来 其实嘉义线改变非常多 然后你也的确获得了 五星首长的肯定 然后也获得了嘉义线民的 非常大的信任 这也有一个奖项 对不对 您自己怎么样看 这其实短短五六年 您带给嘉义的改变 嘉义线的改变 也不能够讲说 我带给嘉义线的改变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我们抓对了嘉义要处理的问题 你要先思考过 你要去想说 我现在接着这个嘉义线 有哪些问题我要处理 比如说我第一个要处理的是什么 嘉义线的就业不足 那嘉义线的就业的项目太过单一 不够多元 好 那我应该去处理 我要面对 但是你要去处理也并不代表 你努力去处理就可以处理 是刚好最近的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 所谓的中美贸易大战 还有很多的产业回到台湾来 那中北部已经发展的差不多 所以整个往中南部发展 你往中南部发展 我就有机会了 好 这个是一个大环境 因为有这个大环境 所以我就掌握住这个机会 赶快去争取 那如果没有这个大环境 你再怎么争取也争取不到 那所以是在这个大环境底下 让我很幸运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好 再来我要面对的是 比如说农业是我们的根 那农业我要处理什么 除了诸位科技农业以外 我是不是还帮他们行销 那我们农民的生产的技术水平都很高 那但是产销的部分 我应该努力帮他们 好 所以你应该把所有的问题都很清楚的理清 抓住 那透过时间 不断的尝试错误 不断的找到正确的方向 那你就会开出一条路来 那比如说老人的照顾 那政府现在所谓的长照2.0钱那么多 那到底你要做什么 我就是锁定所谓的覆盖力 也就是加一线357个村庄 最好每个村庄都让 当乡亲们走出自己的家门口 就可以得到政府的老人照顾 所以我就要求社会局跟卫生局 你要给我突破所谓的覆盖力 就是方向啊 我们找到的方向 那每一个部分不管是老人照顾也好 产业的发展也好 农业的发展也好 我们都走出了自己一条路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 当然乡亲会看到成绩 他相应就会肯定你 会认为说 嘉义县政府这一群人 真的努力的在帮家乡做事 那乡亲当然就给你肯定 那给你肯定的话你的民调就高 那相应的就是 乃龙你刚刚讲的 得到什么奖得到什么奖 我认为这个都是努力后的结果 而且这些奖也都是三年后以后才拿到 前面要先自己慢慢的努力了 也不是第一年当县长就拿到了 所以我认为是 我认为一定很重要 你有能力有热情 这都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是你的思维方式 才是重要 你要先想 抓到问题的主要矛盾 怎么样去突破解决问题 思维方式是决定的你的热情跟能力 能不能产生效果 其实嘉义县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 这几年其实改变很多 那接下来您的任期还有一段时间 您心中对于嘉义县这个地方 你还有什么样的想望 或是你希望 自己心中的那个蓝图是怎么样 还有哪些部分你觉得 你更期待看到未来发展的 我跟嘉义县名跟嘉义县的主管讲 我说嘉义县不可能变台北市 它也不可能变高雄跟台中 所以这个是它原本的限制 所以嘉义现在就是农业 还有工业科技 还有Outlet来 消费产业 那Outlet来 也不只是Outlet会来 未来还有很多消费常会会进来 所以怎么样让这个县市变成是一个 均衡发展的县市 那你均衡发展 就涉及到很多的公共设施 跟教育 狐狸 卫生 医疗 每一样都重要 那所以怎么样让住在这边的人 心可以安 就是我不一定要大富大贵 但至少住在这个地方 让我感觉到舒服 心安 也就是说当我生病了 我的医疗没有问题 当我家老人家需要被照顾的时候 社会狐狸没有问题 当我是在教育的时候 我小孩子送进来 我认为我对这个学校有希望 所以我严厉把它留在这个学校 所以我基本上我希望 未来的嘉义县是一个 具有嘉义特色均衡发展的县市 它有农业 有工业科技 也有消费性的产业 再来是让住在这边的人 心可以安 它是一个心安的县顺 这是我们要努力的 好 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县长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希望未来嘉义县 真的是可以令人一个 心安 安居乐业的城市 谢谢县长 好 谢谢奈隆 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谢谢 台湾名人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上Podcast的搜寻 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回再会 我是嘉义县长 翁长良 勇敢超越 追求更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